來吧來吧 放貓出來玩囉 啊 媽媽 我的沙發 我的沙發 誰會現在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 沒有XXX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又聖 在這裡先感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因為在迷你屋建好之後呢 八個月過去了 我大概更新不到 三支跟迷你屋有關的影片吧 因為在蓋好之後 我就跑去當 哈佛高雄的王浩南老師 妳要不要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段時間 妳好嗎 這段時間就是 立丹琴啊 啊 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管怎麼樣 這一集不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要回來當清水人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跟大家介紹 這一面牆後面 在八個月之後 到底有什麼變化 以及我們對迷你屋居住的 理想跟現實 距離到底有多遠 記得這一幕嗎 八個月前 歡迎來到我家 八個月後 歡迎來到我家 登登 好嘿 哇 正如大家看到的 其實我們家呢 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最大的改變就是 植物 這處植物魚再介紹一下 它本來呢 只是為了長這個店家 原本就小小一隻 我們懷疑呢 應該是人了 但是把它剪換之後 反而茂盛成長 然後呢 這雞蛋花也長得很好 我可以每次撿一朵 漂亮的雞蛋花給我老婆 插在口上 來 這真的還好 哈哈哈 度假春才有的事是不是 對 這種事天天在家裡 都可以發生 然後呢 這邊的植物也都長得滿好的 雖然這一顆雞盤角 我當時以為它真的死掉了 它一動過 而且整個冬天幾乎沒有冒芽 但春天夏天 它又長出來 現在正在開花 因為它就是晚上開 早上露 露完之後撿起來 讓奶奶的小橋流水 上面讓它飄飄飄飄飄 就這樣 最後面的主樹也一樣 很多人以為它哭死了 但其實只是冬天會落葉而已 接著水池的植物也不錯 因為現在我們旁邊種有雞稻田 蟲蟲都有東西吃 就不需要到我們家來吃我們的植物 尤其那個 豪貓蟲最愛 豬 紫色的 我們的布里 原本只在我們的腰部 現在慢慢長到胸部 再過一陣子 等... 應該就可以擋住 這個地方 對面的先生在看我們的樣子 這樣子 牆會長大很不錯好不好 他們就告訴我說 兩年後你就看不到馬路 我說真的嗎 看起來是真的 不過有一件事 徹底改變了我們在這裡的生活 那就是 冬天 因為你知道 清水的冬天 風非常巨大 然後風呢 就從那個方向來 海中港的海邊這樣 推過來 所以這間本來是我們的臥宿 那時候我們一家人坐在裡面 在冬天出現之後 每天早上 包得緊緊的 要過去喝牛奶的時候 結果說 哇 然後就被那個大風吹 先喝了一個西北風 然後再過去 後來我們講說 算了 放心 就把所有的蟲翻過去 在那邊生活了 但是冬天的影響還負起流程 才介紹一個 我覺得很後面的狀態 這裡 本來是一個 特地為石櫃蓋蓋的 特地為我們家蓋的 超大自律 很好很好 現在懂得改口是吧 哈哈哈 那石櫃現在在裡面進去 我們來讓他解釋 到底為什麼 我沒有不進去 我只是現在進去 我都會短暫停留跟穿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沒有老鼠 冬天太冷了 在這片空曠的地方 他發現 欸 這個地方很溫暖呢 然後就在裡面生活 裡面就有一大堆老鼠大便 不過呢 說老實話 你有看到他本人嗎 沒有 我覺得他還蠻禮貌的 記得到我進來之前 我都會拍三下 我會說 我要進來囉 所以呢 在這裡居住的現實之一就是 植物猖獗之外 動物也很猖獗 但是這概念有點不一樣 有一點是說 我們是住在原本 他們住的地方中間 他們對我們也非常禮貌 好 這裡又一隻小蝴蝶 麵飄 水池上有蜻蜓 有青蛙 完整的蟬 甚至晚上連螢火蟲都有 然後有時候呢 植物跟動物也會互動 例如 我們其實有種台灣卵樹 在春天的時候 紅春象就會出現 然後它就是很多紅紅的 然後小朋友就在那邊看看 然後我們趕快打電話問 老師這有什麼狀況 但其實季節過了 它也就走了 但就我們真實居住的感覺 真正跟我們接觸到的動物 大概就是 大家也接觸得到 那些螞蟻啦 蚊子啦 蜜蜂啦 這一種的 就是生物性很茂盛 但是我們其實生活沒有被干擾 那現在呢 我們家裡面的格局 其實也有滿大的改變 畢竟 東西都搬過去 還在這裡慢慢長大 來 各位請進 這裡呢 原本的圖書室就變成了 鄉村衣帽間 然後這個地方就變成了 我們的臥房 大家都在這邊睡 然後其他地方呢 看起來其實就是 正正常常 沒什麼不太一樣 對 沒什麼不太一樣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這裡區 3 2 1 登登登登 我們本來是放了一張 沙發一個鞋櫃 但是呢 小寶貝已經一年級了 我們就發現 它東西越來越多 它功課也越來越重要 常常做功課 所以我們就買了兩張 KoiZmi的日本食物成長書桌 書桌其實很不錯 它是原木的 然後呢 它其實有書桌啊 桌上架啊 或者移動書櫃啊 還有成長椅 它們成長椅都調整 它們現在適合的高度 可以從現在一路念到18歲 都OK 你想要介紹什麼 這個移動櫃可以怎麼樣 哦 它可以拉高到 跟現在的桌面是齊的唷 變成一個延伸書桌啦 L型書桌的概念 那你現在放下去怎麼辦呢 兩邊一壓 呦 就下去了 小朋友都可以操作唷 這燈可以怎麼樣呢 OK 關起來 不同亮度 不同色溫 其實都可以哦 那你覺得這段使用時間覺得如何 可以比哦 它是 全省到府幫你做安裝 現在看到的這個形式 是我們符合我們家的樣子 嗯 但其實它有 我忘了就多達幾種 它不同的搭配方式 它到家裡幫你安裝的時候 你可以跟它說 你想要組成什麼樣子 它都可以幫你做調整 其實全台灣有非常多櫃點 離我們最近的就是三井奧蕾那裡 這個真的是很巧合 就是我們某一次去三井奧蕾逛街 然後看到這個 就超愛的 然後就說好喜歡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最後它挑到了鬼滅之忍 因為鬼滅之忍 我沒有挑到我沒有挑到我沒有挑到 對 你是環遊世界 對 就每個人在書桌上 需要專心的那個東西不太一樣 那他們就繼續在這邊看書 我們繼續往下介紹 那還是帶大家看一下小屋子 小屋子雖然現在變成客房 但是有個地方 因為上次大家沒有看到 所以還是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的小屋本來是當臥室的 然後呢 大家沒看到的就是這個 上一次沒有拍 其實就是個櫃子啦 這個地方就是客人 或者你擺他的行李啊 然後擺自己的衣服啊 這樣子 那我有個東西介紹一下好了 好 請說 因為硬硬變成客房嘛 客房就必須要有 床部的 這個床墊蠻特別的 它是日式 然後是三折的彈簧床墊 獨立桶彈簧 它不是像我之前買那種 或者是我們一般睡的那種 就是有寶寶的海綿啊 其實你睡下去還是一年 而且它可以粘著收起來 是那樣方便的 如果真的就是客人來 你再把它攤開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面資訊欄看一下 我現在當一個 零宿老闆娘 這個其實上次就是我睡的 才一個人 有時候爸爸就是 啊 這累人想要自己 太累了 就是那種拍戲拍到一半趕回來 大半夜的 那你不管自己一個人好好睡 不然他跟小一歲都會被批 看著他們的臉 現在他們還小 等他們大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好 現在來介紹戶外 這個區域呢 不用多介紹 淋浴區 還是淋浴區 然後這邊呢 就變一個小小運動場 那邊他們跳跳什麼跳啊 然後這邊也曾經 在那邊踢球啊 打羽毛球 對 打羽毛球也是要等無風浴 對 沒錯 算打起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待會介紹 掉胃口 真的 這個區域呢 我又畫了一個夢想籃子 就是 我希望會跟小朋友 在這麼一大塊地方 去種一個小菜園 他們很想要種小菜園 種蔬果 跟 他們想要 像某個影片一樣 它不是從那個泥巴 然後像 一個大平地 開始進進進進進進 進成變成很大的 小城堡或什麼的 我會想盡辦法 幫他們在這邊 蓋一個他們心目中 想要的東西之後 去養 可能 可以養的生物 例如 吐司啊 木龜啊 看著媽媽店頭啦 媽媽笑啦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在哭笑 為什麼不能養 沒有不能養 你們自己照顧 我就可以 來來來 妳自己還有沒有想養的 我自己嗎 你要問我自己 當然 你是想要養狗啦 是齁 朋友帶他的狗來啊 然後在這裡 噴噴跑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那個畫面 真的太美好了 就是 你就會覺得 那隻狗 就是非常非常幸福 好喔 那去年夏天呢 我說過 等我回來的時候 之後就會讓我 買一組沙發 因為還沒有讓我買沙發 所以等我拍完戲之後 我相信 他會讓我買 我告訴你 今天這個沙發 我必須必須必須 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它是我看過的 所有產品裡面 這最奇葩的產品 這個沙發來自 里哥居家生活 荷蘭設計 法國面料 號稱 完全不用照顧的沙發 怎麼說呢 第一 這麼烈日曝曬 第二 這麼大雨堤 最後 它是怎麼反應呢 嘿 來 大家看 哈哈哈哈 它的麵料 我撒上去之後呢 這個豬豬呢 它有兩個特質 一個就是 燙髒污 如果你真的什麼東西髒了 拿清水沖一沖 哇 它就會洗乾淨 第二個就是呢 稍微防潑水 那 你說防潑水有什麼用 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防雨 如果大雨下下來會怎麼樣 請看畫面 然後水就會特別 從它粗大的孔縫 直接滴到地面來 它想標榜的就是這個沙發一定要 極致柔軟 極致好做 但是要極致通風跟脫水 上次是早上下大雨 我爸媽下午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坐 大概就兩三個小時 我最有感的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有那很大張的椅子嗎 但是每次下完大雨之後 我就一定要把它拿到太陽底下曬 曬了很久之後 我拿衛生紙上去壓 它還是有手藝 可是 我在同一個時間 下一樣的大雨 拿同樣的一張紙到這個沙發壓 OK 它就是更乾爽爽 而我個人最推薦大家入手的呢 是這一組沙發 這個沙發我只能說 哇 坐下去整個人生都是你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會在這個角落 偷偷偷查 看看夕陽 然後看看道具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夕陽沙發 因為它這個材質也是跟我剛講的一樣 它防灰塵 然後防大雨 防日曬 它可以保持三年絕對不會變質 在這邊辛苦的介紹 你看那位呆呆 我中間只是卡一下 它就變這個姿勢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次躺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這個沙發我覺得它讓我最驚豔的就是 我覺得它就是我在 家裡 吹著冷氣的時候 就是那種沙發 但是它現在在戶外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妙嗎 所以呢 這個地方後來變成我們早上一起床 就會坐在這邊聊天的區域 因為通常我跟雷雷比較著急 然後我們坐在這邊就可以大聲講話 不然之前我們算是坐在前面的小平台 很快弟弟就會被吵醒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感覺 你在戶外坐家裡的沙發 對那感覺真的是非常奇妙 所以呢 如果任何人有需要 都歡迎到李哥居家生活 去好好看一下有沒有你適合的沙發喔 最後非常多好朋友 好奇我們家的貓 到底是怎麼樣跑到這個草皮來 但是又不往外跑呢 我們現在就來把我們三個小兒子放出來吧 來吧來吧 放貓出來玩囉 對 貓咪接近一下 好啊 他們想出去的時候就會出去的 衝了 好啦 通常這個時候呢 就是自由活動 跑草皮呀 爬樹呀 躲沙發呀 或是爬車 但會不會跑出去呢 就會 會來進去 懲罰你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但久而久之他們就不太會往外跑 哇哇哇哇 去哪去哪 欸 欸 芝麻 芝麻 花生去哪 這小子 喂 喂 小花生衝上來 居然是芝麻不回來 芝麻咧 芝麻咧 在那爬樹 他在玩耶 不可能回家 芝麻 回來了 芝麻 對啦 回來了啦 來了來了 乾杯 乾杯 唉 老婆 住在這種根本像露營地的地方 你究竟覺得對自己 對孩子或對生活的方便性 各種平衡來說是怎麼樣 我回答你一個簡單的好了 嗯 我們現在只要回台北 嗯 大概三天 就會想要回家 甚至呢 像上一次我們有一次回去比較簡單 嗯 我開了我們家的保全 聽我們家的聲音 睡覺 就是我家半夜 不是都會有那個青蛙的叫聲 花明 對 很大聲 所以我就回台北那時候就覺得 很少了什麼東西耶 那小孩咧 而且對他們兩個來說 在這樣子的環境其實 就是一切都很自在 每一次我在裡頭做事 然後他們在外面玩 我也可以覺得很安心 那難道都沒有不方便的地方嗎 就是跟你原本想像的 就很像嗎 我覺得跟我原本來這裡的想像 就是差不多 這個地方就是 你去露營地 住兩天 然後我們是在露營地 哪天住 我就比較不像木露營地 是像小木屋 但自然的環境 甚至它比我想的更方便啊 因為很多人以為我們旁邊是 黃礁野外 但其實我們一分鐘就會到便利商店 家裡長輩來這裡參觀 然後一開來說 欸 你有鄰居 對 我們有鄰居 所以接下來的計畫呢 有兩大區塊 第一區塊就是 爸爸回來了 對 那就會開始帶兒女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例如我說 我們要蓋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呢 那個 把烏龜蓋蓋一個 像米土做個房子 很興奮 他很興奮 其二呢就是 我們旁邊的稻田 現在都成熟了 他們準備要收成 接下來有機稻田計畫 跟我們的爸爸回歸計畫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請繼續follow我們的頻道喔 那這集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掰掰 彈量真的很低喔 我們那個彈量多少呢 沒有有機的齁 一分地兩千斤耶 打破你一下就好了 你這種有機 不會比你 這時候不是這票啊 小龍又 好重喔這味道 哈哈哈哈 真的是外行 欸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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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